五一假期结束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多项出行指标创新高 初步统计显示 5月1号至5号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约13.6亿人次 日均超2.7亿人次 比2019年同期增长24.1% 今年五一不少省份还呈现出县雨旅游 乡村旅游热度较高的情况 数字的背后说明老百姓的需求是旺盛的 也折射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 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